各位同心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大家请安静 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了 谢谢 这节课由我们嘉义俊的张英文张俊手演讲 请掌声欢迎他 我们初级班的学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欢迎我们来台湾民进府这里受训 今天这些课由我为大家来分享 我们的台北叫做现实台湾法理分析 我们在看现实时的台湾 有一些种种的现象 但是呢 我们如果没有用我们这个法理的工夫 来跟他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判断 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的背后的意义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锯 我们在看没有 我们用这个在经历过的投影片 给大家做一个启发 来 要进行我们的内容进行 先给大家 知道一下 这个人 大家有印象 马丁路德金伦博士 就是美国黑人的人权斗士 他当时1963年 当时 他在美国有一个林肯纪念堂前 他有说一个演讲 演讲 你会在网络地面吹很容易找得到 他叫做那个演讲的节目叫做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他这个很有名 他说的那天 他不是国会议员 那不是美国国会议员 不是喔 他也不是美国什么港湾都不是 但是因为他的一席演讲 激发了很多人 觉得说马丁路德金伦 他说的那天 美国黑人 人权地位是没正常的 大家想要改变 所以他说出大家的心声 所以说很多政治人物 包括议员 就会随着他说出来的目标 逐步逐步改变 让美国的黑人可以跟一般的美国公民 一样享有他正常的灵魂 这个群人博士 他在引用他一句话 他说 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变更好的人 香港都是教授人 这教授人 他是靠创意的 而且他是什么 他是靠努力的 所以他这句的意思就是这样 almost always the creative creative dedicated minority has made the world better 你跟环头回想说 我们台湾民政府 会是说 我们现在在这修文的 我们故意 我们对台湾人来说 我们是教授里面的教授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些教授人 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什么 我们的愿情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让台湾更好 要让台湾这个不正常的国际地位 可以改变 所以说大家 要觉得自己是很重要 要有信心 态度要积极 你就发现说 这一步一步走来 你就会相信 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路是正确的 台湾民政府这条路 确实是可以改变 台湾这个不正常的国际地位 在这先给大家做免的 好 我们有说现实台湾 不用不料 我们就看一些时事 刚才毕书町已经有说到 这是十一月十九的新闻 郝伯春他在讨柯文哲 他说你们是黄明的后裔 当然 郝伯春他妈妈说 都要给日本 哪有选 哪有权利选择 当然这 这句子里 略略透露一点无奈 但是我就觉得不需要无奈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那就是我们去给他占领 改变了 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现状 但是他又不让我们认识自己 他说 郝伯春是台湾 华明的后裔 我给你请教一下 在郝伯春 他与我们与他有同样 我们的国际有同样 没有同样 在他评论的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会发现 他是不是很不愿意 台湾人去参加他们 郝伯政府的选举 他是不是很不喜欢你们去参加 对啊 所以你在这里透露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明明就是流氓政府 自己要参加的参加 你们老人走来到 你走来到 到底是在做什么 他是不是心里面有这种想法 就说 我们就说到了 我们是让人占领 让美国军事占领 让共和民国代理来占领 你怎么想 如果说那时候的占领 中华民国 他是去占领日本那四大岛 你现在开始想 如果那时候 中华民国 他是去 让美国指派去占领 这个日本四大岛 结果 中华民国在日本四大岛 就这样 同样流氓都掉了 同样流氓都掉了 流氓就掉了 那他开始生气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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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说日本那个四大岛 他现在叫做中华民国 你会觉得好笑吗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是一个中华民国来军事占命 占掉了之后他串流亡没走 还在这里又参与 参与之后又变成说 他在台湾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叫做台湾 你把他想象回去 假设那个时候 他不叫政府改修来占命 他叫政府改修去占日本的四大岛 你就想想看日本人去参与 参与中华民国联合政府的选举 然后选完之后整个日本四大岛变成中华民国 你想这样会不会通 不会通嘛 所以你反倒想到回来 是怎样在台湾有这种言论 因为选举所以台湾变成中华民国 这个荒谬之处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学校没出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所想的 他本来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概念先 我们要咬一下 好 他在说的背景是在说什么 他说的背景就是 以前的历史 以前的历史 1941年的时候 日本 在外国人的香港里面 日本 大日本帝国 他的国土范围来到 这个就是纽西兰的历史网站 所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说 在外国人的眼里 1914年 那个时候的日本 大日本帝国 他的领土范围是这样的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台湾 那叫做FOMOSA 他是日本 港式的 韩国 港式的 所以说 过去几日的战争了 韩国 因为都受到这些国家的 这个侵略嘛 啊 最好 日本把这些外国势力 跟着了 韩国跟天皇 他们这边签一个 就是并额条款 韩国 他的管辖权 牛头 天红 牛头的天红 所以说韩国 跟大日本帝国 是同色的 这个历史是这样啊 那想想想想想想想看 所以我们 郝伯尊说 我们是 黄明的后裔 他有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啊 他没有讲错啊 轻蔑 他一句轻蔑 看不起我们嘛 为什么他看不起我们 因为他 他在想我 我借娘呢 对不对 我借娘 现在还把你做会在那里算 对啊 所以面子挂不住了 有大家再加一个印象一下 你看 1935年 在台湾办一个 始政40年的台湾博览会 这一堂博览会的现况啊 这个是台北工会堂 那就是1945年的10月25日 那个受想典礼举办的所在 因为台湾博览会 1935年 你想想 始政40年台湾博览会 1935年 你把它减40是哪一年 1895年嘛 对啊 没有错啊 1895年大清帝国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大皇帝 那日本厅房签一个叫什么 下官条约嘛 啊签后 将台湾配奥 エニア党租款 永久 而且完整的扭斗 割让给日本厅房 所以说 始政40年 就是由1895年开始 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 エニア党 这件事有确定吗 非常确定 真的很真实啊 只是说我们过期都没什么了解 要求中华民国 他们的教育把我们 把我们掩盖了 我们都没了解 所以你看他那时候 40年台湾博览会 因为这个旗子差不多一个 日本啊 对不对 日本旗啊 好啊 算了旗 来跟大家说 到底中华民国来我们这 他们常常在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这个言下之意 好像台湾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听起来是不是都这样啊 对啊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 我们这个标题就是说 台湾不是国家 也不独立 所以说 不独立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不独立 不独立 不独立 独立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作为一个国家 他上面没有人好管理 他上面没有人好管理 你想一下嘛 美国的头上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控制着他 没有嘛 这就是叫做独立嘛 这叫做独立啊 这叫做独立啊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台湾现在的头上有什么 有人吗 有 有人啊 这说台湾有独立吗 没有啊 所以说跟你说台湾是独立的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句话是说真的 还是说假的 假的嘛 说假的 好 咱来看 什么人不说过台湾不是国家 也不许美 2004年包业 美国国务卿包业由不说过 他说 他这一天 他说的这天就是 2004年的十月二日 他去奉门北京的时候 你记得2004年 2000年到2004年 这段期间什么人在执政 台湾 阿兵嘛 对不对 阿兵那时候是不是 他说他一直在冲撞美国 要冲撞什么呢 他就冲撞说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直在强调这件事 所以美国就 他说的话就要说更重 他就说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的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他没有拥有 他没有拥有 作为国家所有的那个主权 没有拥有租款 这是他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 也是他们美国坚定的政策 所以在美国的国家里面 他就这样跟你说 台湾就不是独立的 也不是国家 而且台湾 你也不能说你是中华民国 你也不能代表中国 所以说只有一个中国 这就是美国对台湾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政策 所以一种政策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现在的合法政府 是什么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 这样 这是他那个专访的内容 是凤凰卫视的记者给他讨问的 专访的内容 我刚才已经有讲到 所以我这个就调过 我们来想一想 为什么包卫和他这样说呢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今天我们来想 初级班的科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占领 怎样 不得一专主权 流行政府 怎样 不能就地合法 你如果用这两个来 套用在台湾现在的现况 来解释一下 一个 流行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就是说中华民国 暂连不一专主权 就是说台湾的主权 不可以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台 你占领 就将这个主权 移转去到中华民国 这个公正行事 我们看看 解读一下包卫和他的公法 只有一个中国 那谁能够代表中国 我们刚才有说到 那台湾 不是啊 台湾是大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如何去代表中国 很奇怪嘛 对不对 你看看 台湾不是独立的 因为他 他地面还有人 我们是被在领中的状态 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租款 他如果有租款的国家 他的租款的行为 他的租款的行为 所展示出来的 就是绝对最高 无上至高的权利 所以没有人有法度 又影响他 那种是租款的概念 那叫做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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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概念 但是台湾在哪有人 有 有 在什么地方 找到政府 不是 所以马冠条会 就是说台湾已经 掛入日本帝国 这是租款的遗传 台湾不是独立的 他是在现在 他上面有人 这件事情 从哪边可以得到 得到证明 究竟那和平条会 一起创造台湾 一个未定的状态 你刚才看 是不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可以看得到 你只要看 台湾关系法 那是党民国 跟美国签的合约 不是 台湾关系法 是什么人借责的 美国 美国国内法 怎么可能 有这样 我就想到 台湾这块土地 要适用美国的国内法 叫做台湾关系法 所以台湾有独立 没有 他绝对不是独立的状态 他 地面还有人 那个人是什么人 美国 就是美国 所以说 我们跟美国 有很密切的关联 关联就是在这里 美国的基本政策三个公报 稍后我们大家会说 台湾不是独全独立的国家 我们把这个成分 我们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 共产民国 他把我们加过 我们的课本 我们拿过 一个国家的构成的要素 土地 人民 政府 他懂得这样说 对不对 我们就为这个 整个要素里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土地 土地是什么人 土地 土地是什么人 土地的 土地 土地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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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有說到 所以說人民有確定嗎 也沒有確定 現在沒有辦法確定 好啊 還有政府 現在這個管轄的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他的新聞還有一個新聞 叫做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台灣民國政府 怎麼能代表台灣人 沒辦法啊 他沒有代表台灣人 那反過來嘛 西藏流亡政府可不可以代表印度人 剛才的秘書店有說過 西藏的流亡政府在 印度的德蘭莎拉在流亡 他在流亡的時候 有可能說西藏流亡政府 能代表印度人 沒辦法嘛 這很奇怪 一聽就覺得很奇怪 一聽就覺得不可能啊 那既然這個不可能 你去想看看 台灣民國流亡政府 怎麼能代表台灣人 沒辦法嘛 差別是說西藏流亡政府去印度流亡 他沒有順便軍事佔領管轄印度嘛 在台灣這裡變成說他來台灣流亡 但是他又有一個身份叫做代理美國軍事佔領 所以藍藍的我們都搞不清楚 但是你把那個 另外那個身份跟殺去旁邊先放的 你就會發現說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 代表台灣人這件事情 是很荒謬的事情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土地 沒有人民 沒有政府請問一下 你怎麼有租款 你沒有租款 你就不會說對外外交零力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分析出來 你會發現知道說 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根本就不是啊 這樣你就知道了 好啊 剛才報告裡面有說 只有一個中國 中國的政策 他們對中政策 對台的政策 就是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三個公報 然後這三個公報分別就是說 1972年2月28號他們的上海公報 到1979年的1月1號 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公報 還有一個叫做817公報 這個817公報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怎樣 尖對美國還在持續軍售台灣 這件事 法人民共和國不太能夠容忍 所以他們就在欠了一個公報 那這個公報就確定了 確定了他們要怎樣 他們要和平解決 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這些問題 他也要求美國 不可以繼續軍售台灣 不可以軍售台灣 我們待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啊 我們上海公報 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我問的 大家再去參考 先介紹給大家 知道一下 三個公報 裡面就是要建高進城 他們所簽的 他們說的 美國那邊的 我們說的都美國這邊的主張 美國他有聽到 兩岸中國人的立場 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請問一下 這跟美國的立場 我剛才有說 你是聽到兩岸中國人的立場 美國有聽到 但是他們有沒有去承認這件事情 沒有 我有聽到 那就好像說 好像說 有啦有啦 我有聽到 對 但是你有跟他 表示同意還是不同意嗎 沒有 就是我有聽到 對 就一直這樣說 聽到中國人的立場 所以說 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哪一種人的立場 中國人的立場 不是台灣人 也不是美國人的立場 他這邊他們中國人跟你說 他們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其實台灣有沒有什麼問題 台灣對中華民國來講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在台灣有問題的是 那些聯王中國人才有問題 他們聯王政府才有問題 其實你如果把這兩個字 換成金門馬祖 你就真相大白 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 金門馬祖的問題 因為金門馬祖 要再受日本政府在控制 就是說他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中國本來的領土裡面 有一部分 去讓聯王政府要再接 就是金門馬祖 所以說 中華民國 他是不是堅持說 不要再獨立 在台灣不能再獨立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他不能將中國的金門馬祖 那兩塊島 把它獨立出去 意思就是這樣 為了要給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 美國最終要撤軍台灣 你想想看 你把這兩個字再換一下 撤軍金門馬祖 你就知道 中國人之間的問題 中國人之間的問題 爭執在哪裡 金門馬祖 不是台灣 台灣 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啊 我剛才說 1914年 台灣本來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那個已經確定了 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軍事佔領狀態 我們的主權 主權的狀態被美國握住了 他指派了一個 各種中華民國 來這裡代理佔領 再跟我們關閃 這樣而已 所以佔領不一種主權 所以說 這個意思是說 美國最終要撤軍金門馬祖 海峽兩岸之間的緊張區域 如果狀態消暑的話 就可以加速減少美國軍力在台灣 所以美國一直跟你說 你中國你不能用武力 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常聽過 以前常聽過 對啊 就是這個意思 一方面叫蔣介石不要武力反攻大陸 一方面又叫蔣介石他們 開始要撤軍 金門馬祖要撤軍 那一方面 美國也會告知 中國人民共和國 你不能用武力來對付 這個金門馬祖 中華民國 這樣 就是逐步 就會達到 中華民國 他會慢慢的會離開台灣 他在建交公報裡面這樣寫 美國承認 中國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 政府 所以這件事很確定 代表中國的政府 現在是中國民國還是中國人民共和國 中華的民共和國 是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是這樣行進的 那獨特在台灣裡面還有人 不承認 還有有人不承認 與在台灣的人民 people of Taiwan 非官方關係 這種叫做官方的非官方關係 美國對台灣就是官方正式的非官方關係 跟台灣的人民保持非官方關係 所以說在台灣 美國的公司 不是大使館 不是領事館 他叫什麼 AIT AIT 是民間組織 是民間組織 所以跟人民保持這樣子的關係 那這個公報裡面 他重生上海公報 同樣 他建交公報裡面也是什麼 有聽到中國人的立場 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是聽到而已 在建交公報裡面 也沒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然 不然他有一個817公報 我剛才有說過 因為中國 一直對美國有軍售 軍售給這個中華民國這件事 很介意啊 所以說他還說一個817公報 817公報裡面 就很確定說 雙方不侵犯主權跟領土完整 也不干涉內政 也不干涉內政 所以說金門馬祖 對美國 他會不會把金門馬祖 當作台灣的領土的一部分 不會 不會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會侵犯中國的完整性 再來 中國政府一共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這個換成金門馬祖就好了 換成金門馬祖就好了 然後提出和平統一的具體方針 1971年的1月1號 有一個叫做 《告台灣同胞書》 你給你看這句 有一個叫做 Message to people in Taiwan 這什麼意思 compatients in Taiwan 在台灣的同胞 同胞是指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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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1971年 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 是給誰看的 給台灣人看嗎 不是喔 是給在台灣的 他們中國人的同胞看的 這是給馬英九 夏博春他們看的 要知道喔 所以要清楚 compatients in English的意思是說 我自己的國民 公民 我自己國家的人民 你開我自己的領土去外國 他在外國那個 他的國籍是我這國的 他叫做我compatients in Taiwan 不是台灣人 是中國人在台灣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看的 這些公報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一下 因為國際上 各國他們用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的精準的喔 其實是很精準的喔 只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都會把它誤解 會解釋錯誤 要來 他還有提供一個叫做 九點建議 就是和平統一的九點建議 這大家一般都要搜尋一下 這兩個 這兩個 提出來的方案方針 其實他就是要和平統一啦 意思是說他們沒有要戰爭了啦 他們沒有要戰爭了啦 他們沒有要戰爭了 他們要解決問題 就是要用和平手段 那美國在這邊就重申說 就講說不支持二中 也不支持一中一台 在這美國的政策在這裏 最好 軍售台灣最終一定會解決 但是要改革 要努力的 那不是只有美國人 要努力嗎 不是 中國那邊也要努力 所以中國那邊 他要努力創造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空間 讓怎麼樣 讓兩國政府都可以努力 來解決流亡在台灣的這些中國人的問題 所以說你就有看嗎 平潭是不是大興土木 那很多錢都是為台灣這面 包規蓋的 蓋的那要做什麼 就是要給聯網的中國人 要離開台灣的是要用的 這兩國政府都在努力當中 好啊 那三個公報的會者 一個中國政策 中國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 兩岸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的立場 是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立場 那是他們的立場 不是美國的立場 他只是聽到而已 美國人只是 acknowledge 中國人的立場而已 那台灣 美國人跟台灣人 是維持著非官方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說 美國的官方都不會 在台面上 都不會跟台灣的 這個中華民國的官員 有什麼往來 都不會 都是一個民間的往來關係而已 這剛才有說到 我就先跳過去了 所以你剛才看到 那個三個公報裡面 你再看看這個新聞 他的學運領袖 太陽花的學運領袖 走去美國的國會 記者會俱樂部 去開一個會 叫做 叫美國改變一種政策 你想 有可能 台灣人 走去美國 叫你改變一種政策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 那這個 這個路走對了嗎 你走錯路了 走錯路了 你這樣說 創造成兩個中國 創造兩個中國就會侵犯到 美國就會侵犯到 美國就會侵犯到 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性 這就違反了他們之間的公報的 在建交公報裡面的內容 所以國際上 這也違反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 他也是說 各個國家的這個 都要維持彼此之間的領土完整性 跟主權完整性 你現在不干涉內政 不干涉內政 所以他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錯誤的 而且這些學運的領袖 他們其實你說他們知識水準很高 確實沒有錯 收集也很好 但是認知錯誤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會走錯路 這就是法理 他要在法理的這個概念上 利害認知你才不會走錯路 我不知道他們懂不懂 但是我們一發現 我們來學運之後 我們發現他們這樣的舉動 就發現走錯方向 努力錯了 很可惜 我和你好學士 但是走錯路了 好 我們三個公報 我們用其他的 時事 或是歷史事件 我們再來一一驗證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叫毛澤東的說法 中美共同抗議條約 金門砲戰 杜勒斯來台 還有金門撤軍 台灣關係法 還有劉榮的電話民國總統的舊子演說 我們一一來看 你就可以發現 他們到底是怎麼來看待 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那會看台灣的 台灣的真實的國際地位是怎麼 好的 從這邊來看 1954年那時候就開始 蔣介石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 就在福建浙江沿海建征 那就是內戰的延續 就是所謂的金門砲擊 1954年就是第一次金門砲擊 第二次金門砲擊就是我們說的1958年的823 那就是金門砲擊 那毛澤東那時候他怎麼看待金門砲擊這件事情 你說金門跟馬祖是我們和台灣連結起來的兩個點 沒有這兩個點台灣就和我們沒有聯繫 那什麼意思 台灣毛澤東在毛澤東眼裡面 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啦 不是啦 只是所以 擔拔這會是 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金門馬祖 念這會 他就說啊 人不是都有兩個手嗎 今天毛澤東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兩個手 把台灣抓到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在他們的原理裡面 早就知道台灣根本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不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嘛 所以說美國在那三個公報裡面 他覺得你們中國人在說的我有聽他 但是他不跟他做承認 也不跟他做承認 但是也不跟他挑戰嘛 因為你說你的嘛 你說你的在國際上不會有什麼樣 國際法庭面的這個會改變 所以你說你的 在這裡你就看到了 所以 這個什麼人 毛澤東嘛 這個什麼人 蔣介石嘛 他們是兩岸的什麼人 兩岸的中國人嘛 對不對 他們是不是兩岸的中國人 一個毛澤東在中國的那一岸 中國大陸那一岸 蔣介石離岸過來之後 在台灣這一岸 對不對 所以一個兩岸的中國人 他們兩岸的中國人 都承認什麼 一中政策嘛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也一直在強調 一中嘛 他 他 毛澤東是不是說 台灣本來跟我們沒有關聯 是因為 生出了金門跟馬祖這兩隻手 把台灣抓住了 所以才產生關聯嘛 所以他們抓用這個方式 然後說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 他把他統稱叫做台灣 所以他們在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理由就是在這裡 這樣了解 我們用這個新聞給你看 我們把它關接就好 好像常常在新聞當中 有看到我們這個漁船 是不是沒有許可 所以闖進了什麼什麼的海域 這樣的新聞常常聽到 那麼這個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劃分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的領土 包括哪些地方 這個是五天前 行政院所公告 修正中華民國領海的基線 結果看到了 在這個紅色的這個點點 也就是這個虛線的範圍裡面 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奇怪了 另外一條虛線呢 這條是歸於大陸的領土 結果我們看到了馬祖啊 金門啊 怎麼現在都變成了大陸的領土了呢 現在內政部長江一華表示 一年之內會進行二度的修正啊 這個領土要搞清楚 連我們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出問題 一定要把馬祖跟金門給劃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呢 維護台海安全的國防部 跟海巡署卻互相踢鼻球 都說這個不是自己所管轄的範圍 那誰來管 國防部這個樣子是相認啊 報委沒有相認 因為所有的海巡執法的單位都是海巡署 國防部怎麼會這樣講呢 剛剛講的 不可能啊 那個權責很清楚嘛 國防部會這樣講 國防部推給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護踢皮球的議題 原來是行政院18號公告修正 中華民國領海極限 只有台棚 釣魚台 東沙和中沙等島嶼 金門 馬祖都沒有包含在內 反倒是被對岸的中國大陸 列為內海 藍綠立委都同批 你讓我們的軍人駐守在金門馬祖 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樣子 虛虛的感覺嘛 這種東西 國防部當機立斷 非常的嚴正的表明我們的立場 我認為不會得罪中共 因為畢竟這是個台海的現狀 你的馬英九政府已經放棄金馬的領海基線 人家讓中國不費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馬的海域 這次話題是由內政部報草案修正 部長江一華以釣魚台可以各自主張 所以化入我國 這和金馬的情形不同更引來炮轟 中國的政府有沒有把金馬列為領土的主張 就我們所知他們是有把它列進去 因為它就在那裡驗海 日本它也主張中國也主張是它的領土範圍 我們都把它列進去 為什麼金馬 金馬我們有人住在那裡 這是我們主權手機的範圍 我們要化金馬 釣魚台可能還沒有人住在那裡 我們要化金馬跟化釣魚台 在考量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這兩個地方都有爭議 但是爭議的情況又不太一樣 突然修正領海基線範圍 卻依舊沒有將金馬列入 牽動政治敏感神經 將一塊趕緊補充 一年內會二度修正 把金馬劃入領海基線的範圍 總理新聞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他到領域 沒有啦 他沒有領域 他沒有領域 他沒有重化 其實新聞記者 他屁頭開始說 中華民國的領海基線 他講他這個用詞對還是錯 中華民國領海基線 錯的 但是他新聞畫面裡面有一個台灣領海基線 那是對的還是錯的 對的 台灣的領海基線 你怎麼看 這個新聞裡面 他其實就用了 一種手法 叫做轉移焦點 他轉移焦點 轉到國防部跟海巡署 讓那兩個去起爭執 新聞記者 新聞就操作成說 是這兩個出問題 有沒有 大家就不記得說 去思考說 到底台灣跟 建盟貓祖的關系 到底是怎樣 大家就不去問了 因為已經找了有主 最精神殺火 這兩個 在那三個三個 這兩個單位 大家就說 你們兩個在那 在那推卸責任 所以才搞成這樣子 大家就不再爭執了 這個新聞就過去了 你要想看看 我們剛才有說了 中華民國是 他過去 他叫做中國 對不對 他過去是一個中國的政府 其實說他在1949年 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成立之後 他才去讓人脫出 我們剛才有說 金門媽祖 金門媽祖 他是 他是中華民國 還在 中國大陸人民 這兩個本來就是 他的領土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確定 可以嗎 好啊 他在旺來這裡 做我們的治理當局 台灣的治理當局 他要為台灣的領海基線 請問一下 他會把金門媽祖 劃到台灣這邊來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台灣澎湖 我們剛才有說的 1895年後 台灣澎湖 這兩塊的領土 屬於什麼 日本天皇 今天 中華民國 他以中華民國的名字 中金門媽祖 為做台灣的領海基線 的範圍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 不是很切 日本人嗎 他會突然間 中金門媽祖 這兩塊 送給日本天皇呢 你這樣想 你覺得很好笑 對不對 所以他可不可能 會去修改 這條領海基線 不可能 因為那個是 中國自己的領土 他不可能自己先碎 說到八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台灣的環境 我們還有一個來看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1954年 這也是因應 他們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蔣介石 他在內戰 金門炮擊 金門823 因為 因為他持續內戰 那時候 美國的 艾森豪 他就跟蔣介石 簽一個 叫做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這個條約簽下去 他有一個很趣的地方 就是在說 相方 防疫的範圍 是跟什麼地方 總是要說一下 他這裡裡面 他就說到他的重點 在領土跟領域裡面 他就說 在中華民國這一方 指的是台灣及澎湖主島 對 金門炮擊 不是在金門那裡 在修建 共同防疫 他只要防禦台灣及澎湖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也非常清楚 蔣介石 他們來台灣 只是代理美國軍事佔領 你替我給台灣 告好 至於你要在中國那邊 那邊要炮擊 要內戰 要軍事衝突 我美國會不會幫忙 不會幫忙 要清楚 所以你看 他們共同互議條約裡面 也是誰 台灣及澎湖主島 沒有金門馬祖 美國他這邊 在管轄下的西太平洋 零屬主島 就是這邊 西太平洋這邊 所以 這個 就知道 他這裡還證明 我剛才說的 跟他們 中美 他們美中三個公報裡面 他們的內涵 還有參科823 1954年簽的 共同防疫條約 823是1958年的8月23 發生的 他這裡在建徵請問一下 那一共同防疫條約 就好像美日安排條約 日本有事就是怎麼樣 美國有事 對不對 如果有人打日本 美國會怎樣 要出兵 對不對 但是 有人在打電話民國 美國有出兵去打三天 沒有 他站在背後而已 沒有跳出來 從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 美國人 他對台灣的 你看得到 看得到清楚嗎 非常清楚啊 符合磨砂 跟澎湖 在美國他們的定義 這叫做台灣 要去問 馬祖 在美國人的 香港裡面 叫做中國 這樣清楚啊 所以 所以 我們就知道說 他每個三個公報裡面 到底是在說什麼事情 他說的那些字眼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跟台灣直接發生關聯性 他在說那些 好 再還有一個 杜勒斯來台 他是 1958年的 10月21號 來台灣 鴻蒙蔣介石 10月23號 他們簽一個叫做中美聯合公報 這公報的內容 就是美國 逼蔣介石 要放棄 鼓勵 反攻大陸 所以你看那個脈絡 就一直以來 都是完全一樣 都一樣 這個鴻屏 在這個網址裡面 看得到 不然我們點一下 來看就好了 點這個看 點一下 好 嗯 對各國的重視 杜勒斯下機後 由我行政院兼院長陳誠 陪同檢院三軍儀隊 杜勒斯在機場上 發表訪台聲明 他說 即使中共以武力及宣傳並相威脅之際 中美兩國得以充分交換意見 實際有極大的價值 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 蔣總統在官邸接見杜勒斯國務卿 開始會談 我們深信 中美兩國的相互了解 與緊密團結 必能抵抗共北侵略 威護世界和平 好 你看看 杜勒斯有來台灣 這個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好 那重點是來這邊叫蔣介石要放棄武力反攻大陸 但是呢 蔣介石在台灣做些什麼事情 他在1961年的時候 他成立國光作業室 又要擬定反攻大陸作戰計畫 你有感覺嗎 他就跟他簽說不要反攻大陸 對來他又說要反攻大陸 再成立一個聚光計畫室 援你跟美軍聯盟反攻作戰 避免被美方得知 那是什麼意思 他同樣打贏 但是他對來 他做這個動作是要做什麼 你看1962年 他又說極力反攻大陸 高呼反攻在籍 這什麼意思 這騙 在騙內部的這些人 他要趕快鞏固他的領導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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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領導中心嘛 你經常這樣說嘛 一方面跟美國大英說 他沒有要反攻大陸 一方面 對來又說他要反攻大陸 所以說中華民國 自來台灣 你就發現說 騙騙騙一直騙 好 怎麼看金門撤軍 2008年的6月19號的新聞 2008年馬英九上陣了沒有 2008年上陣了嘛 520上陣了 上陣了 這個新聞報出來 金門拼光光 縣長要求撤軍 其實在這個 在這個高過的6月車 有一段新聞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吳婆鄉 代表馬英九 去訪問中國 去訪問中國 去訪問中國之後 他就說一句話 他就說 我感覺 中國不會射飛彈 不會對台灣射飛彈 這個新聞 大家不知道 印象 那個新聞 剩下的 6月19號 金門的縣長要求 要求這個 要撤軍 他又當面 當面 像馬英九要求金門撤軍 我給你請教一下 以中國民國的憲法來說 國防外交 是什麼人的職權 總統嘛 對不對 是怎麼 國防的事情 會輪到縣長來說相呢 所以你看看 這是怎麼 這是特好的嘛 做機位嘛 就如同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啊 6月初的時候 有保障 去訪問 他說我感覺 中國不會射飛彈 就從這裡一直順來順來 你看 2004年 金門撤軍 撤到剩下不到3000人 2004年的6月25號 大二檔已經幾乎撤光了 準備要移交了 準備移交給金門縣政府 他們國防部的部長去市場 2014年的6月30日 大二檔正式移交給金門縣政府 撤軍完成 這跟美中三個公報裡面 美中三個公報裡面 他講的那些進程目標 是不是都一致 沒有錯啊 都一致啊 不然 臺灣關係法 大家看看 臺灣關係法 這在美國AIT的網站裡面 你如果要看中文的可以 但是他有特別跟你講 本義文進行參考 引用的時候要以原始英文條文作為依歸 意思是怎樣 這看做參考就好 中文來做參考 但是你真的要研究 你看看什麼 看英文版的 你看看中文的 在這裡 在這裡 本法哪位協助維持西太平洋的和平 安全與穩定 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 與在臺灣人民之間的商業文化 及其他關係 這是中文的 你看 他的英文是怎樣 by authoriz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e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臺灣 在美國人就是 people of United States 在臺灣就是 people on 臺灣 所以美國人在這個法案裡面 的用字遣詞 是很仔細的喔 他沒有說 people of 臺灣 沒有啊 因為他知道 臺灣裡面有兩種成分的人 只要叫做本土臺灣人 只要叫做流亡的中國人 全部都會在臺灣島裡面 他叫做people on 臺灣 叫做people on 臺灣 所以用字遣詞是 很精準的喔 臺灣關係法裡面 有15條 他有特別提到 定義 他定義說 在臺灣關係法裡面 你如果說到臺灣這個字 他可以指底下這幾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 這是指地理位置 就是臺灣跟澎湖的群島 the islands of 臺灣 and the pescatoris 講到臺灣 如果是地理位置 就是臺灣跟澎湖主島 想問一下 有沒有講到金門馬祖 沒有啊 沒有啊 好啊 如果說到自然人呢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他也跟你說到這裏 如果是法人呢 也可以 如果講的是這上面的 治理當局呢 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臺灣 不是of 臺灣喔 不是臺灣的政府 是在臺灣島上面 有一個管轄的政府 那個那個人 那個不叫政府 那個叫治理當局 那連政府都撐不上啊 那才你的用字遣詞 你的認知是什麼 什麼意思嗎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臺灣 這個治理當局呢 在1979年1月1號以前 是被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那一個政府 以及1979年以後 他的繼任者 都稱為 governing authority on 臺灣 所以是on 臺灣喔 不是of 喔 不是of 喔 好 從這裡你又看得出來 在美國的那個眼鏡裡面 臺灣跟金門馬祖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喔 那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剛才那個新聞 圍那個領海基線 那個僵依法的是不是說 這個釣魚島跟金門馬祖 都有領土上的爭議 但是這兩個地方 爭議的性質不一樣 你有聽到嗎 對啊 那是不是他的內心裡面 也知道的非常清楚 但是記者就沒有繼續問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那件事情又打到這裡為止 然後把焦點移轉給 國防部跟海巡署 兩個在那裡搭水果 這個新聞就過了 這樣 好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我們點這個畫面看一下 金門人辦美簽 不管去幹嘛啦 反正一定要辦美簽就是了 結果現在呢 怎麼搞的 中華民國的護照拿去AIT辦美簽 結果被歸為是中國籍 這就發生在金門人的身上啊 那麼福建省金門縣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國學校說把這位小姐的戶籍改為China AIT解釋這是電腦系統的問題 只是福建省的金門馬祖都會直接歸類中國大陸喔 就是因為護照本上的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門縣惹來一肚子氣 一位許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辦理美簽的時候 因為護照上顯示屬於福建省金門縣 AIT的電腦系統直接把許小姐的戶籍登記成為中國 還要求美國學校方面也得將許小姐歸類為大陸籍 讓人氣詐 這樣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太不合理 而且這烏龍真的很大 這個部分對我們金門馬祖來說都是心中的痛 實際上AIT這個魅力四十八 當地民眾不滿立委也抱怨 國籍問題長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雙手一攤認為沒啥不妥 如果是金門就是福建省 就是三十多年以來有這個情況 是福建省他們也有台灣呼叫這個 沒有什麼概念 沒有什麼概念 我們過去有出带的問題 我們已經清美從來做出改善 那當然我們還會持續來進行 擔心上就是說它是一個電腦基礎方面的問題 外交部強調爭取多次 但簡單的電腦程式問題 卻讓金馬地區民眾飽受困擾 被逼著每回赴美都得充當一次大陸幾人事 專職轉成一帆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不是充當啦 是本來就是 記者是不是都跟你說 富籍到國籍 兩個籃籃做機會 他不讓你去知道那個主權的概念 富籍到國籍也會在籃做機會 大陸籍到中國籍 他還跟你籃籃做機會 對不對 你不想讓你知道 這個國家的那個level上面的一些概念 在這裏面 另外美國AIT的官員 他有講白菜 沒有啊 他講了一個事實而已啊 但是他真實的理由他沒有講出來 但是 以往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他說 這是一個電腦技術上面的問題 請問一下 這不是真的理由 不是吧 那個理由太牽強了 我們可以認為說那個是在說謊 一個美國那麼大的國家 他有可能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一個電腦技術上面的問題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所以他說這個金門馬子屬於福建省 他本來就是中國固有疆域 所以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中華來說 他要遵守三個公報 而且要遵守聯絡國憲章 他要不侵犯中國的領土完整性 不侵犯他們的主權 所以這個事件裡面 你就又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又照著那個三個公報在走 沒有錯吧 只是我們台灣人搞不清楚 那個沒有辦法去察覺到 那個國家層次的那個主權國家 在運作的那些那種工作 我們三個沒有 所以你才會發現 他這樣說 民眾也說太不合理 有嗎 你要知道了 我們受法理訓練之後 那怎麼叫不合理 那正常的啊 對不對 對啊 金馬議題 所以金馬是國共內戰 流亡的中華民國的殘餘領土 那還是中國的領土沒有錯 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美國會不會把他 會不會搞錯 不會搞錯 他要遵守三個公報 不可侵犯中國的領土頑獎性 他金門馬祖跟二戰之後 被美國佔領的日本台灣澎湖 一起加入WTO 所以說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在WTO裡面會員的這個名稱叫什麼 台澎現在分離關稅領域 分離關稅領域 這什麼意思呢 台澎是大日本帝國的嗎 分離領土 他是一個分離關稅 那金門馬祖是誰的分離關稅 中國的嗎 只是說這四個剛好放在一起 都在讓台灣的治理當局 行使一個比較獨立的關稅領域 這個裡面的關稅制度 是跟日本不一樣 跟中國也不一樣 因為這樣子的成分 不是主權國家 大家的身份 他可不可以加入WTO 可以 他可以加入WTO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只要如果建設到這個國際組織 要用主權國家的身份 這個組織的為 電話民國港法庭用電話民國的身份 沒有辦法 名字都要改來改去 名字都要改來改去 在這裡你看 台灣的武力說比較白 其實就是美軍 因為這些武力都是美國提供的 雖然說我們花錢 花錢給他 這些武力其實就是美軍 那美軍有沒有 佔領中國金門馬祖的正當性 你想這點就好了 有可能美國的軍隊 去放在中國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814公報 在說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一定要撤軍 這是一定要撤軍 不是為了拼光光 是一定要撤軍 所以說金門馬祖的撤軍 是實現美中三個公報的內容 兩岸中國人和平解決爭端 就要解決爭端 幹嘛還要放軍隊在那邊 不需要 而且這樣子做 才是能夠維護中國的領土 和他的主權的完整性 好啊 你主要看 他留望中華民國 董選的總統 他就職典禮以前 他都怎麼說 你主要看 阿扁 他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對不對 但是他 他動選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他的舊子眼說 怎麼說 你要看 海峽兩岸人民 源自相同血緣文化 和歷史背景 還相信 雙方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 和創意 秉持民主對等原則 在基於基礎上 營造善意合作條件 共同來處理未來 一個中國的問題 所以阿扁他不要 他當選中華民國 中國的總統 他要不要遵守一中政策 要 有沒有 他還是要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體制是 中華民國 李王政府的體制 所以一定 他也是要遵守一中政策 就是說 他的公法 公路比較不一樣 這樣而已 他就是中國 而且 他們中華民國 總統的總統 一定要怎麼 要遵守他們的憲法 自當革尊憲法 維護國家的主權 和尊嚴 這都在說台灣 是在說中華民國 李王政府 在說中華民國 李王政府 不是在說台灣 所以他只要提出四不一 沒有 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 保證他任期之內 不會宣布獨立 不會改變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路線 也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 也沒有會除 國統綱聯和國統會問題 國統綱聯國統會 這是什麼意思 統一嘛 一中嘛 對啊 你注意看 中共無意對台動武 請問一下 根據美中三個公報 中國會不會對台灣動武 不會了啊 蔣介石也不緩攻大陸了啊 對不對 都不會了啊 那這個前提是真的還假的 假的嘛 啊 維持現狀 是不一沒有 是維持現狀 這才是真的嘛 對不對 而且不會除國統綱聯和陶情 處理一格中國 所以他還是怎麼樣 他還是要遵守一中原則嘛 他現在要承認一中啊 對不對 你看 2008年 換馬英九上台 馬英九上台一公 英九由衷的盼望 海峽兩岸能夠抓住 當前難得的歷史記憶 從今天開始 共同開啟 和平共同的歷史經驗 我們將最符合名義 不同 不獨 不文 跟阿扁的事不義沒有 也一樣 還是維持現狀嘛 對不對 還是一樣啊 而且怎麼樣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跟阿扁各尊中華民國憲法 有一樣嗎 一樣啊 只是換個說法而已啊 維持太陽現狀 然後 1992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共識 是不是一個中國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的舊子演說 跟陳瑞平的舊子演說 他的公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他的內容跟實質意義 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樣啊 完全一樣啊 是他們中華民國聯邦政府 他們的終極目標嘛 是這樣啊 所以要清澈 所以那個政府 絕對不是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那個絕對不是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說 有一些類型的說 只要選舉 我們台本土派的 如果多人進去中華民國 拿著裡面 對法度把他翻過來啊 怎麼可能 不可能嘛 啊 啊 本土派的像李登輝 陳水扁 在台灣 當了中華人民國聯邦政府 20年了 有改變嗎 也是沒有改變啊 沒辦法改變啊 啊 所以要認清他們的信 他們真實的面目啊 好 怎麼看 這堆 什麼Q堆 什麼 請你去台北嘛 對不對 你亞警賽的時候 請你去台北 啊 你要看這個面孔 有的我們覺得 這好像都是台灣小孩嘛 啊 但是他的名稱 還有什麼 請你去台北 啊 這 最近 接比賽之後 什麼比賽 你看 韓國仁川亞運 啊 你看 啊 這亞運的開幕式裡面 這堆 你看他國旗 這堆什麼堆 印度 印度 這堆還印度 這堆呢 這堆呢 印度西亞 印尼 這堆呢 這堆呢 馬靠 馬靠 中國 澳門 澳門 你有沒有發現 跟這個不一樣 有沒有 點一下啊 啊 這堆呢 這堆呢 香港 香港 因為是香港 豆號 China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名稱不一樣 啊 這什麼意思 啊 馬靠 China 香港 他這個意思是說 香港 跟這個澳門 他都可以派一堆去參加 亞洲運動會 啊 但是呢 他的 中主國是哪一國 中國啊 還是中國啊 對不對 他可以派一堆 他派一堆啊 啊啊 啊這堆呢 這堆呢 這堆叫什麼 請的意思是台北 啊這堆 一般我們在台灣 都說這堆什麼堆 台灣堆 啊不叫中華隊 啊 啊其實 中華隊 其實他他目的是要叫你講中國隊啊 對不對啊 就派世公叫他講中華隊啊 啊你說台灣堆 你怎麼念不出台灣 你念不出來了 啊 啊 他們是不是都跟我們騙說 欸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啊如果如果是那個概念 這堆應該要叫做什麼 台灣 一點China 啊這樣就很奇怪啊 好像跟澳門跟跟香港又一樣的啊 跟那個地位又一樣的啊 啊 所以說你會發現說 請你是台北 這堆 他好像好像有問題喔 啊對不對 好像有問題啊 啊 啊 我們過去 他是不是 台灣民國立望今後 是跟我們經常說 說 啊 就 中共打壓啦 啊 所以說啊 我們對華的民青喔 迫不得已啦 只能用前一支台北啦 只能用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這樣而已 啊 啊 對華不好怎麼會用啦 啊 但是呢 對來咧 對來咧 對來好像用台灣隊 就是說對來可以用中國 中華隊 這最近比賽啊 這有的 啊 這最近比賽啊 21U世界杯棒球賽 這在哪裡比賽 台中 鬥點 強烈之台北 欸 你不覺得很奇怪 他會變成這樣 啊 這不是在台灣的台中嗎 啊 怎麼對內也是要用強烈之台北呢 啊 所以你會發現強烈之台北這件事 我們常常發現這個名詞 但是 都不會覺得他很奇怪嗎 喔 啊 這樣給大家問一下 啊不然到底 強烈之台北 你是什麼意思 喔 大家看 強烈之台北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但是在台灣的普通的大眾 都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他不告訴你 他不讓你知道 但是強烈之台北 這在國際上人都很純粹 他叫做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 喔 Exile就是流亡 喔 就是流亡 啊流亡是什麼意思呢 喔 我們來講啊 一個國家 有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 有可能因為來前的關係 喔 啊 他總要照理開 他的國土出來了 啊出來了 在那後去北來的國家的領土裡面 繼續以外的政府的運作 他這個造成這個動作 叫做流亡 叫做Exile 他造成這個叫流亡 就是一個國家 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搬出在外國 去北來的國家的領土裡面 繼續以外的運作 這個世界上這個叫做Exile 啊 烙甲的地方 他只能用一個都市的名稱 來做區別 喔 啊這個 中國的有一個政府 喔 他流亡出來之後 他落腳在一個外國的領土上 啊 他在落腳在台北 繼續 這個中國的政府的運作 這個定義這樣做喔 我幫你請教一下 台灣的台北 對中國的這個政府來講 是他們的國內關係還是外國關係 外國啊 對不對 是外國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強烈是台北 他能不能夠代表 台灣這邊的人 沒辦法了 他們是強烈是中國人嘛 他們是流亡出來的 所以說 強烈是台北 這個這隊 他對外派出的這個隊伍 其實 他是代表 對一個人 出於比賽 流亡的中國人出去比賽的 所以你又說 強烈是台北 是台灣隊 這樣對嗎 不對啊 這不對啊 啊 但是因為 他把我們出國的教育 讓我們都搞不清楚啊 人家說人才做老闆啊 啊 所以變成說 台中 我們感覺這個 這個就是台灣小孩啊 每次得獎牌之後 又把流亡政府的挑戰機 排在那邊 在那裡濃濃洗 你就會看得到 這種場景 是不是在你心裡面看起來 是很痛 對不對 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啊 喔 喔 不知道就變白了 你如果知道 你的看起來 你的很傷心 很辛酸 喔 喔 啊 啊 流亡政府這件事 在台灣有人說過嗎 那不是跟我們林民政府說過 有啊 有一個人 不是民政府的人 他也說過 綠營的領導人 他也說過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這個 他講的 他的講法是2010年的 五月份的時候他講的 他講的 要 針對他這個講法 我們怎麼樣 給予 肯定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講法 維持了多久 維持不久 一直到2011年的 10月份的時候 他們要選 又要再去選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領導人的時候 這個說法又改變了 變成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你看 這樣會貢獻嗎 我們以前已經用很多實力 給你證明了 這兩個根本就是不一樣的 那他為什麼又要把他攔攔 這幾回 又是錯亂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所以人家說 讓台灣人陷入這個政治 煉獄裡面 就是這種概念 是這種概念 好啊 你用一下 好不然 在我們第一篇 他有說過 對不對 好不然 他又說過了 去年六月份的時候 他又說過了 他又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還是 英國就是台灣 這都是自我圓謊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全世界沒有人敢說 中華民國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好 要簽對他這個講話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來 好不然說 台灣自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是 真的假 假的 騙你 騙你 好不然說的 好不然你要做過 中華民國的行政議長 對不對 對啊 你要做過中華民國的行政議長 的官員 他說 這騙人 他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 騙人 他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是騙人 那 我們剛才他跟大家分析出來 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件事情 不是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確定的 他說 郝伯春有沒有講錯 沒有 他沒有講錯 宣稱中華民國是台灣 我們剛才那個主條演義如何 另外 中華民國絕對不是台灣 台灣也絕對不是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也是確定的 但是他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件事情 要修正一下 過去1949年的10月 正義進行 他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 是 自從1911年以後 他們就是 但是現在還是 不是 他是流浪政府 未來 還是主權獨立國家 應該不會有機會 除非他把他的首都 又搬回南京去 重新執政 重新在中國大陸執政 要不然他不會 變成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裡面我們就看得到 包括郝伯春跟我們說 我們是日本皇民的這個後代 跟他說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其實都對 其實都對 這是我們台灣人 聽得下去 聽不下去 這個問題 這樣而已 好啊 這裡 馬英九他們常常常說 就是說 開樓宣言 馬英九知道說 根據開樓宣言 所以 中華民國 就像台灣跟朋友 變作姨爺 這個 去年的 去年的10月份 他就在說 開樓宣言定位中華民國 他說他要在12月 去年才2月份 他要慶祝 擴大慶祝 而且他說 這個開樓宣言裡面 是為中華民國 量身定制的 因為開樓宣言 所以 台灣是怎麼回到 中華民國的懷抱的 怎麼有可能 台灣的地位未定論 所以說 馬英九 他給我們 散布給我們的訊息 就是說 根據開樓宣言 台灣就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們剛才說的 美國那個看法 都不是 對不對 都不是啊 好啊 他只會說開樓宣言 對不對 不然我們就來看開樓宣言 好不好 好 來啊 好 這跟12月份的那時候 記者就說 要宣誓 調導主權 要擴大慶祝開樓宣言 這兩個 好像搭不起來 怎麼會宣誓 調導主權 會紀念開樓宣言 這個新聞記者 也說到 也是錯亂 時空 和歷史事件 都錯亂了 他說 開樓宣言 要求日本 切製中國的領土 包括台澎金馬 庫塞島嶼 請問一下 沒有金馬 開樓宣言裡面 也沒有金馬 怎麼會把它 抖抖抖抖抖 這都錯亂了 在中華民國這個 教育體制裡面 你台北的歷史 都是假的 你台北的歷史 他都給你抖抖抖 目的就是 不讓你知道真相 這樣 你看這些綠營的 這些人 其實他們的學識 學歷都很好 但是他們講到開樓宣言 又開始在講 姚家文說 馬英九主張開樓宣言 是賣國 你不覺得很奇怪 馬英九代表的是 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 他代表是中國人 中國人 他在主張開樓宣言 對他有利 怎麼會是賣國 對不對 他到底是賣什麼國 是不是又錯亂了 是不是又把台灣 跟中華民國 藍作為 他才這樣說賣國 這個又跟那個 剛剛蔡英文講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一樣都是跟你藍藍作為 加這會 我們台灣人 無法離開這個政治戀獄 又是一個例證 又是一個例證 為什麼台灣跟 李王的地方民國 這樣高高低 高不清楚 阿嬤研究都一直說開樓宣言 我們就來看 開樓宣言就是開樓公報 這個公報 它是透過一個 拉子後 它放上去 它放上去 它放上去的內容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這張 這張就是開樓 開樓公報裡面的內容 這張 它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上半部 這個就是美國看法 這個開樓公報的內容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什麼時間要發布 發布進行 不可以評論 不可以洩漏 不可以洩漏 那裡面就是開樓公報的內容 我們把這個放到 給大家看一下 它開樓公報裡面的內容 就是這樣說 三大盟國 中美英 跟日本作戰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是為了領土擴張 日本因為武力 以及它的野心 所得到的領土 都要歸還 人家又說 確制中國的領土 例如滿洲台灣澎湖 都要歸還給中華民國 人家又說 日本在1914年 在太平洋的這些小島 也都不可以再挨了 要接下去 韓國 韓國 他要讓韓國獨立 要讓韓國獨立 要解放韓國 讓韓國獨立 最後 他要求 日本要怎樣 無條件投降 這就是開樓公報裡面 他的要求內容 這就是 意思說 戰爭結束 你日本就是要這樣做 這樣來看 在開樓宣言裡面 有一些矛盾 他們說 三道門國 不為己力 不擴張領土 但是又叫 日本的領土 台灣澎湖 要給中華民國 這不是 這就變領土擴張 彼此矛盾 台灣澎湖 不是偷自中國 是馬關條約 合法取得 是經過日本天皇政府 台灣全台 建立主權的領土 你要把日本的領土 還給中華民國 跟不為己力 不擴張領土 本身就是矛盾 開樓公報裡面 是四項矛盾 好啊 但是 你這樣 是不是就去跟他講 開樓公報就是 沒用的 開樓公報就是 沒用的 這種公法 這種意向 是沒有 沒有法律基礎的 你要爭辯這個 我們就來 逐步來看 你看 開樓宣言 是不是有說到 太平洋小島 日本不可以 台灣澎湖滿洲 要規範中華民國 朝鮮要獨立 無條件投降 好啊 要先下去 還說一個叫做 波子坦宣言 波子坦宣言 跟確定開樓宣言 要執行 日本要被佔領 日本要被佔領 這件事是在 波子坦宣言裡面說出來 而且 波子坦宣言又要求 日本要主權 要限制在四大島 跟盟軍指定的小島 它主權環圍 不可以太大 它要變成熟秀 你知道 要限制武裝 不可以發動 發動戰爭 不可以武裝發動戰爭 所以日本是不是 家村自衛隊 再來 他要 又要求日本 要按照日本人民 自由表達意願 請向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之後 盟軍可以結束佔領 因為 他要求要佔領 到最後 他一定要結束佔領 但是要結束佔領 條件 他給他定什麼 你要人民選出來的政府 這句 這個所在是什麼 日本改憲法 所以你要對照 旧青山和平條約 來看 這樣你就知道 到底我們來爭辯 開罗宣言 是好還是不好 應該 把目光 是放在開罗宣言呢 還是要放在旧青山和平條約 這個比對就是要給大家 重點你要去看哪個重點 好 來 因為我們大家可能對 這個 他裡面講到的來中 可能那個概念不是 空間概念不是 不是很準確 那用這個地圖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圖就是 就是 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區的一尊 他的範圍 這個黑山的部分就是 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 在1942年 以國力 他的戰線最長的到這裡 日本 他比較佔優勢的 的那個情況 是來到這裡 你看看日本 他的國力有強大嗎 很強的 這個虛線的部分是什麼 這個虛線的部分就是 日本的領土環圍 日本的領土環圍 在1933年的時候 他的領土環圍 就已經達到這裡 你看 剛才是你說到 太平洋小島 日本不可以買 台灣澎湖和萬洲 日本要規範中華民國 這是不是那個卡路宣言 說的 日本的 日本起到那裡 看 尤其後一盤到千島群島 這都是日本的領土 好啊 知道有空間概念 我們來看 剛才是不是說 波子坦宣言 叫日本要 成立人民 人民選出來的政府 之後他才會把他結束佔領 日本有做到嗎 有做到 1947年 1945年 9月2號前投降數 之後1947年 他就改憲法了 他改這條憲法囉 他改這樣 第一條 憲法的第一條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 這不是日本 現在的國憲法的第一條 他怎麼說呢 天空 那不是可以再這條嗎 不行 他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而已 他是人民集體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意思是怎樣 這個意思是說 日本的租款還在誰的身上 主權的所有者還在誰身上 還在天皇 還在天皇 那天皇他的地位 是來自人民意願的表達 所以說 但是這些人民呢 他擁有sovereign power sovereign power 就是主權上面的那種三權 行政 立法 司法 這三十個權力 落在誰的身上 落在人民的身上 那這三個權力 其實講白的 就是我們必須在說的 那種管轄權 在日本人民的身上 但是呢 他的主權的 領土的所有權 還在誰身上 在天皇的身上 所以天皇沒有辦法 當天皇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又去政治Hostiam 國家的事物 這樣是不是改變的 是不是有負責 Fomesi 是不是符合的 共治與二十个權力 地裏的要求 沒有 część 這條條條條條걸 待會我們看 初üz壇和平條約 有一條 第一條 The airline powers recognize the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over Japan and its territorial waters 这个第一条是什么 我们刚才信民说1947年日本的憲法已经改过了 之后有是不是从这个管辖权 放在人民算出来的政府心胸 对不对 所以说他第一条他就要生人嘛 他在生人这日本人民对于日本的领土和日本的海域 他都有这个行使主权的范围 因为他是管政府嘛 所以你要生什么 生什么以后第二条米 第二条开始日本才开始放弃 才可以开始放弃啊 他开始放弃那些那些管辖权 你要看第六条 第六条 All occupying forces of the airline powers shall be withdraw from Japan 有没有是不是可以撤军 盟军是不是可以撤军 有啊在这讲到啊 只要这个就算和平条约签约生效之后 就最迟不可以超过90天 那这个盟军就要自日本撤军 当然他这里面还有下一个 如果日本和白国签双边协议的话 还是可以驻军啊 还是可以驻军啊 所以这条跟那条 是不是跟开路训言 波测人训言里面都有提到 对不对 好 再来第二条 第二条 第二条的 日本 日本 韩国是不是日本承认让他独立了 这个有没有符合开路训言里面的要求 有嘛 对不对 有啊实现了嘛 对吧 跟澎湖的righttitle和claim 有没有啊 啊 日本政府有放弃台湾的压头收入款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压法改过后 日本政府他还是只有管辖权而已嘛 所以日本政府他只能放弃什么东西 管辖权啊 他只能放弃管辖权啊 所以这条 的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由这条来看 没有像台湾朋友的领头出款 全部挂念给中华民国 没有 所以针对这条 开罗会议里面 要求日本要还给中华民国的台湾澎湖 有没有实现 没有 没有实现 已经不成立了嘛 对不对 但是日本政府有没有放弃 这里的管辖权 有啊 有放弃啊 因为他要限制他的主席 全行使范围嘛 这是波兹坦学员里面要求的 波兹坦学员里面要求的 啊 再来 西 撒卡林岛 和千岛群岛 这些他也是都要放弃 所以那些现在都是由俄罗斯 都俄罗斯站着啊 好啊 要看 第二条 会在太平洋小岛 是不是都要放弃 啊 跟这个包括南极 南极州 大陆 他也是都要放 对啊 啊 再来 西沙 南沙 他赶快要放弃 all right title和clamp 西沙南沙 他也都放弃了 是不是就又跟这个开罗学员里面说的 太平洋小岛他不可以 开罗宣言要执行 日本要被占领 然后限制也主权换围 对不对 所以开罗宣言里面的理念 有没有被旧西山和平条约 最后把它确定了 有 但是没有完全 对不对 所以要不要去争论这个开罗宣言 不用 对啊 所以说马英九他用开罗宣言 来跟你说 根据开罗宣言 台湾已经变成中华民共领党的一部分 这句话 这样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嘛 有时候你看就知道了 我们这都原汁原味的啊 都没有参任何感情因素 也没有说的啊 好 来看 琉球 同样嘛 琉球 变成美国托管嘛 对不对 变美国托管啊 是不是日本的主权 没有办法行使在琉球群岛 这跟波子弹宣言里面说的都同样了 都同样了 都同样了 好啊 第四条 第四条 他是不是说 日本要承认 这个 美国军事政府 在第二条 第二条跟第三条 这个领土范围里面 所对于日本人民 和日本的财产出分的有效性 日本都要生人啊 这里面是不是就出现一个叫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说 有美国军事占领吗 有啊 他有没有被占领 有啊 日本有被占领 那台湾有没有被占领 有啊 对不对 而且 日本美国军事政府 他在第二条跟第三条 我们台湾 讲到我们台湾的是不是二条米 对不对 第三条还是在说琉球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在这里面 所对于美国 所对日本的 他的财产 还是对日本人的财产出分 日本都要生人 都要生人 这里面就出现军事政府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 的盈利的缩写是什么 USMGTCG USMG G 在这里 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 有没有美国军事政府 这件事情 有 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好 好 再来 23条 23条 这条就是在说 美国 它是在太平洋战争里面 它是一个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 这在古金山和平条里面 23条 它里面有说 这23条里面 它是在说 这个合余 它要批准 要让全国回去批准 但是在批准里面 它还教一个概念 说 美国 它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le of occupying power 它把整金山和平条里面 它确定 美国 它是对日本战争的主要的占领 所以美国才有款 分配奖介石来台湾 分配 南州 和北纬38度以北 和沙卡领导 和千代群岛 要去俄罗斯 要去俄罗斯 要向俄罗斯的军队 倒行 对不对 他教了 他教了指派 他教了指派 美国 教指派 中华民国的蒋介石 去 北约16度以北 印度支那 就是北约 和中国战区 不含满洲 和台湾澎 日本军 去向 中国战区 导航 这就是 一般命令 第一号 的内容 美国 他有在条 发号司令 就是这个新闻 就是这个身份 它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但是他没法全部 自己占领 所以他叫他的同盟国 的人 同意去占领 这叫分配占领 所以在这你就看出来说 台湾有 美国的军事尖锁吗 有啊 美国是不是军事尖锁的主要尖锁国 都没有错啊 这葛比书就跟我们说的 完全全都一样 完全全都一样 这就是这和平条约 我们原汁原味 给大家看 好吧 所以说 我们把就这和平条约 这样 说过了 你把它看这个 比照这个地图 台湾 被分配占领 有谁占领 蒋介石 代理占领 韩国是不是独立的 没错嘛 日白被限制 它的主角范围嘛 沖河一直到1972年 美国才还给它嘛 一直到现在 这个地方 还是俄罗斯占领嘛 全岛群岛 还是俄罗斯 但是包括他们的 北方四岛 日本的固有领土 还是被俄罗斯占领著 所以不知道 北方四岛 安倍要求俄罗斯 要还给它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 大日本帝国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的国土 都会变成被盟军 改四分五裂 因为国力太强了 他怕它又崛起了 所以用这个方式 把它四分五裂 限制它的主权范围 好吧 所以说 我们跟开罗宣言说一下 开罗宣言 其实就是一种 暂时陈述的意见 它是说法 那是我的意向 我想要怎么做 日本被占领了 是因为1945年的9月2号 迈缩一番命令第一号 日本被占领 包括台湾就是被占领 战后的实现宣言 就是要用和平条约 就是要这样说的 旧青山和平条约 这个才是法理 这个都还是意见而已 你的心怀 你打算怎么做而已 这个才 这个东西才是实际上 执行的结果 就是说旧青山和平条约 确定了台湾朋友 没有预传给中华民国 那现在是什么 美国占领中 那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 主要占领人国 23条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国军事政府 处置日本 及日本人民的财产 有效性 包括台湾跟澎湖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 有没有在台湾 有 从这个时候 就一直就是有的 因为美国总统 刚好宣布 自台湾 自台湾 撤军不占领了 没有 都没有宣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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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来的大日本帝国 天王的手上 转给由人民组成的政府 这样而已 但是人民组成的政府 有没有日本领土的所有权 没有 我们为他的行为 还看出来 好啊 这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蒋介石可以来的基础 我们刚才有讲到 我就没讲了 好 所以说1945年的10月25号 这一天不是台湾光复节 这是军事占领 1946年的1月12号 中华民国永洁三字号 替01297号训令 把台湾人的国际改造 中国民国国际 这件事 对不对 不对 因为根本没有 没有 没有领土根本没有移转过 所以他这个做 都是错的 而且军事占领 这个 台湾朋友主席还在日本 而且就现在和平条约也还没有签 怎么变国籍啊 所以说 所以说 郝博春连美科文哲 他是黄明的后裔 对不对 对啊 没错啊 1943年 1947年5月3日 日本新宪宪法实施 到这里才实施喔 他在46年的 就给我们改国资了 这14月以后 日本敢放弃台湾的 我们就太多了 没人呢 是怎样才有活动给我们改国资 乱来嘛 对不对 所以说1945年10月25号 蒋介石已是军事占领 不是法律上的割让 不涉及主权的移转 这要确定 好啊 时间可能较不过 台海的文字 这个都同样 差不多这个概念 好 这说一下 1996年 彗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国是不是社会弹 是不是社会弹 美国是不是派那个 那个地区舰队来台湾海峡 保护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都跟我们说 中华民国选总统 美国来防卫 来防卫中华民国 台湾因为选总统变主权国家 所以台湾定去中华民国 是不是都是这种理论 那这个都错的嘛 第一个 你选择这张局 叫做内部主权 你不是主权国家 你再怎么选 你就是不会主权国家 你也没可能变成主权国家 而且1980年的1月1号 中美共同会条约已经终止了 美国是不是来保护中华民国 不是 美国是因为就算和平台卫主要占领全国 他是出兵来保卫台湾 你了解 所以这件事情是出兵来保卫台湾 不被承认的流行政府 他外部主权 这就是他没法有外部主权 所以孙总统不可以变成主权国家 所以比如说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就在这里 那怎么选都不会变成主权国家 美国又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好 所以说我们来回复正常的初步 台湾人要回复正常的位 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 第一 我们要生人的新闻 我们是people of 台湾 我们不是Chinese 台湾人的新闻 而且我们还把其他台湾人 解释这件事 说让他们知道 这也是在做好事 这也是在做好事 本土台湾人的建国准备好了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困难的人要搞 我们要去把政权接回来 台湾民政府才是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不是Chinese Taipei 刚才说过了 所以概念应该清楚 为什么是台湾民政府呢 因为有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 军事政府就变成这个 这个土地地民的最高权者 暂时啦 就是他的民事事务 根据国序法律 一些公约 军事政府不能直接来管 这个被占领的人民的事务 这个要由被占领的人民 自己来成立一个民事政府 自己官自己 但是最高权还是握在军事政府的手里 所以说台湾的最高权 还是握在美国 军事政府 在美国总统的手里 所以说台湾是不是独立的 不是 这跟我们屁头 都同样 这个道理逻辑都完全一样 为什么要有民政府呢 你看美伊战争就好了 美国在伊拉克占领之后 他也成立了一个民政府 让伊拉克人自己管理自己 最后 伊拉克重新选 他重新他们的宪法 选国会议员 选总统 最后美国政府 宣布撤军 再把这个最高权 还给伊拉克的总统 伊拉克就变成恢复原来的主权国家 一样的道理嘛 美治战争 一样还是这个道理啊 你看日本就好 只是说台湾这一块 现在是被 还是被占领中啊 你看你就知道 有什么是台湾民政府啊 有什么是台湾民政府啊 好啊 这个大家有说到 我们要勇敢的把这个 中华民国 把我们带的部幕给掉 你就可以看到中华民国 他的三种身份证 他的三种 不是啊 他有三张名片啊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啊 把他去除 让美国亲自来占领 人华人政府要离开 把这个台湾治理上局 这个名不正 名不顺的名称把它改掉 我们要用台湾民政府的名字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叫人来办事件 你有政府没人民 这敢是政府 也是没有正常运作啊 对不对 你就没人民 要怎么有政府 现在我们知道 根据国际法理 所以我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 哪怕我们现在人民还是很少 但是我们要快跟台湾人快说 让他们赶快知道 好啊 所以这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面的我就不再讲 最后还是引用 马丁路德金恩 第一 第一 他说 如果你不能飞 那你就怎么样 用跑的 如果你不能跑 你就用走的 如果你不能走 你就用爬的 不管如何 你都是要继续向前走 虽然说我们台湾民政府 还是说你在外面在跟他们选择 有可能 还没办法 很大步的走出去 但是不要紧 你就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 你就不要退缩 就一直往前前进 往前努力 这样 我们要要求的 这个台湾民 我们的台湾国座地位 进行 这一天一定会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上 谢谢